最近一个外卖小哥 左手抱女儿 右手拎外卖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 不少人感动于他 坚强的生活态度 称他为坚强爸爸 这位快递小哥叫李邦勇 右手因公至残 妻子又离家出走 因为女儿无人照管 只能带着女儿送外卖 骑车的时候 就把女儿固定在车上 要送餐了 就把女儿抱在怀里 一路的话 我都是 就让他在车上等一会儿 我拿上去给顾客 我就下来就走了 像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我都抱上去了 其实他坐在一天 十几个小时比我更累了 他比我更累 因为他的骨头比较嫩 一天坐在椅子上 也受不了了 近几天 李邦勇的故事在网上传开 很多陌生人纷纷伸出援手 我们先跟小孩 送一些衣之类的 急需的用品 去暖气 看到他洗澡 很冷 怕他冷 去暖气 可能送一下 然后小孩的衣之类的 拼图什么的 给他送一点过来 生活用品送一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了解一下 他有什么困难的 我们接下来 再慢慢地帮他 一个一个来解决吧 而医院方面 也传来好消息 16号浙江省某医院 免费为李邦勇 做了手部手术 那么我们通过这次手术 给他的拇指 中指 包括我们的手掌 全面的一个 一个松解 恢复 他这个手指的 去身活动 这个这样的话呢 他基本上能够恢复到 这个90%的功能 今天我就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 可以抓 抓紧了这样子 没想到过 真的自眸都没想到过 记者了解到 李邦勇需要经过 两期手术 医院将为他装上 康复支据 帮助他进行康复训练 两到三个月后 再为他进行 第二期手术 李邦勇说 当地一些幼托机构 还提出免费 接收他女儿入托 有这么的好心人帮助 真的很感动 就会有 музы作人帮助 需要 帮助